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一說到美容宜,我本身還停留在很多年前導出導入機 但原來隨著科技發達,現在家用美容宜的發展已經去到很多不同功能 有一些功能,我本身要去到美容院才做到 原來現在在家裡都可以自己搞定 最近我試了兩步,討論到非常高 網上有很多好評,Exedule的家用美容宜 會有我手上的Ovo 或者有一部大家可能都會看過,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來的 就是這部大牌燈 如果你有興趣這類型的家用美容宜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每一部我都分別試了大約兩個星期左右 中間亦都隔了一段時間才試下一部 希望公平一點,會看到效果一點 現在就說了我手上這一部 它就是Exedule的家用採光美容宜 也是俗稱大牌燈 Exedule這個牌子在日本是很出名做一些LED美容燈 所以它推出的家用版,大家都很放心 好像把一個美容院搬回家裡 大家有沒有聽過採光暖敷這件事呢? 就是這部機可以做到的一些功能 如果E-Sue直說的話 它是擁有高亮度LED 獨特高功率照射光學設計 密充波照射技術 將LED推到最高的效能 而且它是配有四種LED 分別是紅光、藍光、黃光和紅外線 但是對於一般的用家 聽完這一大堆東西 我是聽不明白 我只知道採光暖敷這四個字 只要融合了四種不同的LED波長 它做到的東西就多了 可以僅致肌膚減少皺紋 刺激膠原蛋白增生 修細毛孔 美白保濕 T字位控油 總之不同的肌膚 都可以靠它解決不同的問題 就算是玫瑰座瘡 也有很多人說有效舒緩這個問題 所以不要小看它只不過是一排燈 但是它都可以做到很多很多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它不是單一出 紅光、藍光或黃光 它是幾種的LED光 一路發出的 反光有點難看 其實它本身已經預設了很多不同的模式 每一種的模式都可以針對不同的問題 看看你想要什麼效果 去選擇這個模式去用 模式一二是改善細紋 提高皮膚彈性 模式三四就是青春期肌膚護理 模式五六是改善皮膚粗造 一些乾燥護理 模式七就是提高肌膚光澤 而模式八就是針對油脂分泌黃成的T字部位 而模式九和十就是秋冬和春夏的綜合護理 把剛才不同的模式夾在一起 一次過做一個Treatment 解決到同一個季節 我們大部分人常見遇到的問題 而剛才所說的一二三四 明明是同一個功能 為什麼會分兩個模式 就是關乎照的時間試 如果照的時間短一點 光的輸出功率高一點 你就要閉上眼睛 戴上護眼鏡一起去照 然後如果你說 我不想找 我不知道放在哪 很懶 其實不戴都可以的 閉上眼睛去照另一個模式 時間長一點 然後就到我的用後感 說真的我的皮膚不是太多問題 沒有什麼毛孔、沒有印 亦都不會怎麼出油 所以在這三方面 我就幫不到大家做測試 但是在我身上最明顯就是美白的功效 我是塗了一些美白的精華 平時用開那些 然後開它的模式七 即是那個提高肌膚光澤的模式去照 連續照了大約四五天 你會很明顯看到那些膚色均勻了 那個通透感強了 然後臉是提亮了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它的作用 只要你用對了精華或者乳液 它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加成效果 但是說真的 你全程大約五至十分鐘 你要閉上眼睛 戴眼鏡或者不戴眼鏡都好 你什麼都做不到 那在這段時間可以做些什麼 我覺得是很適合一些 做開冥想的朋友 你可以一邊做冥想 一邊做治療 是二合為一的 我上網看了很多人用這個大牌燈的 Before and After 我發現如果你是抖抖肌 比較多抖印 或者是玫瑰座瘡 想改善的話 它的用前用後差別是挺大的 但是如果好像我這樣 皮膚沒有太大問題 然後又沒有耐性的話 說真的 我覺得另一部 就是EXIDO 它們的第二代 它叫OVOL 是會更加適合的 你會看到大小的分別 它是可以一隻手就拿到 然後它是無線的 剛才的大牌燈 它要插著線才可以用 需要一個空間限制 亦都沒有那麼方便 這個就是走到哪裡 就可以用到哪裡 它的名字很貼題 叫做彩光暖孚美肌蛋 除了可以做到剛才LED密充光之外 旁邊這個圈圈的金屬位 可以做到RF射頻 EMS的微電流 還有離子導入導出這麼多功能 我自己覺得導出導入就很基本 我不提了 但是去到RF、EMS和彩光 這三個功能基本上 平時在美容院才會聽到 現在在家裡都可以每天幫自己做到 是一個小小家居家美容院的概念 剛才大牌燈有的四種LED波長 它都一樣有 只不過範圍由一大牌變成中間 小一點 但是它有四種不同的模式 是配合了LED 再加上外面的美容功能 一起去做的 它的模式一 就會是LED再加上EMS 改善到紋理和彈力 然後模式二 就會是LED再加上離子導出 改善一個青春期的肌膚 模式三就是LED再加上RF射頻 就可以改善粗造皮膚、乾燥肌膚 然後最後的模式四就是LED 再加上離子導入 就可以做到一個光澤美肌的效果 美肌蛋非常之容易操作 上面的按鈕就是選擇模式 旁邊這裡可以選擇要美容模式 還是不要美容模式 然後美容功能想要強一點弱一點 都可以自己調教的 如果你做導出導入的話 其實它們是有一塊蛋型的棉 你就把它放上去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架 你就安裝上去 當你卡好之後 將化妝水倒進棉 就可以做到導出導入 如果你用自己化妝棉 記得留在中間的孔孔 就可以做到LED密充光 然後RF或EMS就更加簡單 不需要這些工具 就這樣用這部機 然後臉是要有少少濕的 通常是用化妝水 或者我會用一些玫瑰花水 噴濕臉 就開這個功能 它要做到一個導電 所以你的手 記得一定要緊貼這個蛋蛋 然後你才會感覺到 是很容易的 你知道它有沒有用的 因為你做EMS的時候 它有一個微電流 是有點像橡筋一邊彈彈彈彈彈彈的 你記得第一次做 不要那麼心急 一定要弱 千萬不要一開始就夠強 你會嚇到的 記住 由弱慢慢習慣了 OK才挑戰它強 然後RF的感覺 就是有少少暖的 有少少溫度 但是不至於很熱 通常我在外面做RF是針對眼袋的 所以我也是這樣在眼袋位置 去做RF模式 我覺得有改善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用這部機之前 我的眼袋情況是這樣的 現在未至於完全平坦了 但是我覺得那個改善程度 都很明顯的 我在外面都有做過RF的眼袋療程 但是可能因為隔一個多月才做一次 感受不太大 反而這部機可以每一天 我都是做RF再加上EMS 才12分鐘 所以持之而行之下 我覺得它的效果 是比起你一個多兩個月 才去美容院做一次的面膜 是更加有效 當然你一定要持續去做 你不能放一部機在家 就覺得自己漂亮了 然後皮膚的問題改善了 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有一個恆心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機是非常非常之適合的 而且不要忽略就是這個頸位 真的非常之有幫助 即是無論它們那些紋理 或者肌膚的素質 千萬不要只做臉 因為可能外面街 很多時候都只會做臉 做臉 但當你在家裡的時候 你可以做臉 可以做身 你不需要一刻刻這樣計 你一部機就已經可以做完全方位的事 接下來下個月 大家就會開始收到消費券 有些朋友仔 可能會利用這個消費券 買一些平時已經很心動 但不捨得的東西 正在觀望 我希望這條影片 可以解答大家的問題 有些朋友仔 可能很怕出去做臉 覺得自己很容易被黑銷 耳朵很軟 或者好像我小時候 買完美容衣 每次上去做 不是加錢做這件事 他就會告訴你 有其他優惠 總之一定要你付錢為止 我最後就沒有預約到上去 浪費了那些美容衣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這些家用的美容衣 真的幫到很多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解答大家 我對這些美容衣的感覺 我用完的感受 有些朋友適合用 記住買完之後 一定要用才有效 如果你們都對這兩部 Exedule的美容衣有興趣 記得看資訊欄 我會放回他們的資料在下面 希望這條影片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別忘了 別忘了 謝謝 我們下條影片